我我在这里学了最后一周的课程后 后面的几天会学到道德经的智慧与应用 然后呢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一篇里面谷老师所讲的没有方法的方法 在以前我会遇见一些事情 只要遇见了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我就从未想过改变一下这个方法 就像就像郭老师所说的 此生此世追随哪一个人 然后呢遇见了那个方法后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呢心里就想着要不要把它保留着 然后然后以后就是想着以后都都要用 然后就就觉得它很好用嘛 所以呢就会觉得就会想以后都想用 但是我觉得也会沉迷于这个方法 也会也会追逐于这个方法 但是我学了没有方法的方法 刚开始一听没有方法的方法 我还在想呢 呃没有方法的方法难道是无中生有吗 但是呢我虽然口号上又又也知道无中生有 但是却不知道真正的意思 还经常说 然后呢听下去又听到了无微法 我才知道真正的没有方法的方法 是也让我明白了前两期课程所学的中庸 呃大学里大学中庸里云大同篇的课程所讲的 死板的中庸之道 这也让我深刻的了解到了死板的中庸之道所讲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方法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沉迷于某个方法 就像死板中庸之道一样 不要老是走在那一边 总是死板的在那一个方向去追逐 去去追逐 或者去追随一个人 去此生此刻就追随一个人 我们要来到的是学会无常的法则 我们要做到做到来就像水一样 它不是一直往前流 要是前面有石头 它也会让着 而不是死板的一直往前流 这让我明白了 真正的方法就是无常的变动 如果我们守住于一个方法的话 它是不能成就所有的事 也许它对一些事情管用 但是呢 它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都管用 然后也让我明白了 我们也要跟道学习 像道他们那样的无常法则 有白天有黑夜 从来没有直迷于某个答案 或直迷于某一个事情 某一个答案 也让我深刻的体验到 像道学习 那样子的无常法运 然后也让我也知道了 道其实我们心灵真正最大的法师就是道 道才是我们心灵最大的法师 最大的导师 这就是我这一周的心得体会 谢谢大家 他刚才有提到最大的导师 要讲导师 除了道 道真的是我们生命中根源 也在启示我们 也是我们的导师 但是你要读懂道的大智慧 所以你要用你清静的心来读 所以你本身 每个人本身 你的那个清静的心灵 是你生命的心灵 最伟大的导师 每个人的清静的心灵 我讲的是清静的心灵 没有那些自我意识 没有那些染污傲慢 每个人清静的心灵 是你的生命的最伟大的导师 那他会引领你 逐渐去体道悟道行道 与道合一 不是去搞偶像崇拜 好 好